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請客廚多謝你 讓我們活在世上 有你說話 供應我們 你給我們有一份的自由 就是認定 聖經裡面絕對的 我們就要緊守 不是絕對的 我們不需要這麼執著 而是眾人以為美的事 我們留心去創 但是整本的聖經的原則這麼多 到底我們怎樣去把握 多謝你給我們這份自由 無後顧之憂地去傳講你的話 言讀你的話 每天只要我們有時間 我們就可以翻開你的話 來看你對我們說什麼 求你幫助我們在世上活著 認定天地萬物一切的東西 將來都是要歸給你 因為這樣的緣故在地上活著 這個寄居的日子 我們是要活出土利喜悅的生活 求你聽我們討告恩代 說的聽的都是因為你的說話 以至到可以得著激勵 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各位弟兄姐妹 下列就是填充 我看看我講上半句 你們可不可以填下半句呢 人為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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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為致望 有錢就使得 你們很熟悉的 錢不可以借出 因為你借出 你就會失去你的錢 而且失去朋友 又不可以借入 為甚麼 有人知道嗎 下半句 不可以借入 為甚麼呢 少些了 因為如果你借入 你就學不到折劍 沒有錢 有人說過的話 有錢 沒有錢 我再說一次 沒有錢是可悲 但是錢太多 有沒有人知道下半句 是更可悲 這些沒有人知道的 因為我們沒有試過 所以沒有人知道 依靠借錢到日的人 他會失去甚麼呢 兩樣東西 有沒有人懂 有沒有人知道 失去甚麼 又是沒有的 可能我們當中 沒有人試過 依靠借錢到日的人 他會失去第一 自由 第二會失去歡笑 所以如果我們繼續不斷依靠借錢 來到過每日生活的時候 這個人沒有自由 而且不會有喜樂 然後接著 借了錢能不能夠還呢 不是收入的問題 那是甚麼問題 是性格問題 是品格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人借了錢 還不還呢 其實不是在乎他有沒有收入 有沒有能力 是在乎他的品格 他的性格 最後一件事 錢 其實就好像肥料一樣 怎樣才有用呢 殺了出去 才有用 這個呢 我覺得很有意思 是一個很有錢的人說的 錢其實就是肥料一樣 你不殺出去 他不會有用 但當你殺出去的時候 他會有用 這些東西我們聽到很多 教導非常多 但有些人真真正正在心裏認同 我很有疑問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世界上 的確極少極少的人 是可以這樣看錢 這個禮拜一 看到的新聞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你可以說開創了 第一個 說自己是萬世的救主 萬主的主 萬王的王 耶穌只是救了你的靈魂 但是他的使命未完成 所以他說呢 他在十六歲的時候 耶穌就向他顯然 告訴他 他要將耶穌未完成的使命 要完成的 這個人的名字是甚麼 文鮮明 他死了 他說他來 是能夠救人的肉體 他說三位一體 是未成就的 為甚麼呢 因為神本來 是要透過阿當、夏娃 和神結合 成為三位一體 不過呢 夏娃食禁果 食禁果的意思是 跟撒旦發生了肉體關係 所以變成了不是跟阿當 而是跟撒旦 所以就沒有了三位一體 這個三位一體就不成就了 神就一直在那裏等等等等 等到耶穌降生 等到耶穌降生的時候 神就本來預算是跟耶穌 和耶穌太 然後結合成為一個三位一體 很可惜 耶穌不爭氣 還未結婚就死了 所以三位一體還未成就 那一路要等到何時呢 是要等到文鮮明來到這個世界 文鮮明結婚了 她是真父 她的太太是真母 神和真父真母 結合就成為三位一體了 聽起來 我相信會很震驚 但你知不知道 今天這個世界上是非常多的人 曾經加入他們的當中 我在美國的時候 曾經他們號稱超過一千萬以上的人 那時已經是八十年代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號稱超過一千萬的人 是他們的跟隨者 可能你未必會相信 但我只是告訴大家 去年一次的婚禮 是四萬多對 在文牧師 真父和她的太太 舉行的儀式裏面 四萬多對的夫婦 一起集體結婚 有沒有看到 那些是集體結婚的照片 你想想一次已經四萬多對 即是八萬人 是九萬人差不多 是等於恩福堂的九倍以上 你想一想 他世界上有沒有一千萬的人 我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 一次婚禮都成九萬多人 即是十萬人差不多 你說一千萬有沒有可能 是絕對可能的 所以呢 很多的人 就在想著 到底他怎樣 會令到這麼多人 加入他們的當中 我記得我在美國幕會的時候 曾經接收過 我們教會 是接收過一些 從統一教走出來的 一些大學生 是女的大學生 這些大學生 甘心情願 每日風雨不改 在那些十字路口 賣花 即是那些司機 一開車經過 停起紅綠燈 他就對支花給他 然後跟著就拿兩元 一元 或者之類的 賣賣賣賣賣 風雨不改 那些錢去哪 全所奉獻 我對著這些人 我心裡想 為什麼你們這樣 都會做的呢 跟著他們說 因為開始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 但是他們發覺這些人 在開始的時候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他們知道他們英文不好 免費幫他們補英文 任何經濟有困難 幫他們解決他們經濟的困難 然後跟著第三件事 看到他們年紀大了 為什麼還沒有男朋友呢 然後跟著告訴他們 你想不想結婚 那些人就說 當然想 不要緊 一個月內 文牧師 會幫你們找到伴侶 而且舉行婚禮 是一個月內 然後跟著呢 果然 一個月都不夠 已經告訴他們 那個婚禮是何時何時舉行 嫁給誰 你到時就知道了 然後出現的時間 嚇了他一跳 二千多對 三千對 那些人 是一起在一個地方 來舉行婚禮 這些人從哪裡來的 非洲來 俄羅斯來 東歐來 西歐來 巴黎來 美國來 日本來 台灣來 全世界各地的人 他就在電腦幫你陪伴 那時沒有電腦 文牧師一個人陪伴 然後這個女生說 蘇牧師 我在你教會聽了這麼久 我對你的道理 我很認同 聖經的道理 很認同 但你們救到我 什麼 我要結婚 你救不救到我 我沒有錢吃飯 你救不救到我 我們救的 不過問題你要出聲 很棒 但這麼久都沒有人 告訴我們 原來有這件事 原來我英文有問題 我功課有問題 誰來救我 他告訴我們 一般傳統的教會 是被動的 但他們是非常主動的 直接入到這個當中 全部都幫了你 搬屋 有貨車 有菇利利 一次過幫你搞定了 你去哪裡找這樣的人 是因為這樣 文鮮明是舊主 他們的心裡面 已經認同了 然後當他們認同了的時間 就有個連續一個月的 那個叫做退休會 在一個月的退休會裡面 每朝四點起床 一直到晚上十點多 由早到晚 就是聽他們 禁閉式的那些叫做洗腦 我可以跟大家說 什麼叫做洗腦呢 洗腦就是禁閉式的 第二呢 控制的 是完全控制你不跟外人接觸 甚至鼓勵他們離家出走 不要再回家 不要去其他教會 不要去神學院 不要看其他的東西 不要看電視 只是看我們這些 只是聽我們這些 第三 每日有需要 你就跟你的導師來聯絡 導師就是他指定的導師 第四方面 這些教導 如果你不聽的時候 用恐嚇 你會遇到一些什麼結果呢 就是你出去的時候 你會被車撞死 然後接著引很多的例子 為何這個暴斃呢 為何那個會死呢 為何那個會有問題呢 就是因為他不聽民救主的話 結果會這樣 然後將所有那些不服從的人 或者伴教的人的結果 用恐嚇的說話 來帶出來 這種洗腦 令到那些人根深剃固 結果呢 再加上有一件事 因為他們已經完全離家出走 住在一起 睡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崇拜在一起 做在一起 所以逐步逐步呢 他們整個人的決定 已經沒有了一個獨立自主 有些人問我 今天香港做不做得到呢 我說 如果香港是好像這樣洗腦法呢 我會動員全個恩福人上街抗議 不過另一方面 我自己的經歷 我在洗腦的環境出來 是不是真的洗得到呢 我發覺越強烈的 越是一些高壓的手段 下面的人的抗拒就越大 洗不到的 文鮮明都洗不到 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她的媳婦就是孝珍的太太 帶著三個子女離家出走 多年前 然後將它裡面的內幕揭露出來 然後離開統一教的 包括到他們左右手 文鮮明的左右手 律師 他們國際的宣傳主任 都全部都離開了 離開了的時間 現在是幫著文鮮明的媳婦 來打官司 所以接下來你可以看到 就是未來 會有一連串的增產官司出現 原因在哪裡呢 文鮮明 過去幾十年裡 建立的不是一個龐大的宗教組織 這麼簡單 而是建立了一個很龐大的經濟企業 這個經濟企業 數十億美元的資產 在它那個地方 這些地方 你可以這樣說 遍佈世界各地 它是世界有名的軍火商 很多的武器是他們售賣的 他們是世界有名的情報機關 報業集團 時裝集團 酒店集團 飲食集團 以及各式各類的集團 都是跟統一教有關 所以當我留意看到有一套紀錄 那套紀錄就是他的師父講述出來的那些東西 就拍成一輯叫做《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播了出來之後 我心裡驚訝 原來很多時候 我們以為去消費 去比較好的地方消費 原來很多是跟統一教有關的 弟兄姊妹 我們心裡在想 文鮮明 他稱自己是萬世救主 是不是真的救到人呢? 很明顯 他都死了 救自己也救不到 你怎麼可能是萬世救主呢?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是不是真的純粹為宗教的組織呢? 明顯 不是 你可以看到 他為的 不只是為了一個地位 為了一個權 同時都是為了錢 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來一起看看 耶穌基督對我們提出的一個警告 一段的話 我們對前菜應該要怎麼看呢? 我們一起讀一讀 《馬太福音》的第六章十九到二十四節 大家找到 我們一起讀一讀十九到二十節 一起來 在這段聖經的當中 首先 讓我們看到有關錢財第一個抉擇 這個抉擇 這個抉擇 是選擇地上的財富呢? 還是天上的財富? 聖經很清楚 不要為自己積贊財寶在地上 然後二十節 只要積贊財寶在天上 財寶是什麼呢? 其實我講到的這個財寶 不只是錢那麼簡單 有時候相關的東西 包括到明、為、權、勢、影響力 這一切的東西 和錢分不開 是全部納在一起 有些人相信 權力和錢有關的 可不舉手? 在一個越極權的地方 關係就越密切 我給大家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這麼多的人 一到有錢的時候 就開始要明、要為呢? 因為這些和錢都有關 有很多的錢 你沒有權 那些錢會很容易失的 但當有錢 你又有權 那些錢就可以代代平安 這個就是今天一般人的想法 但耶穌基督很清楚告訴我們 這一切地上的財寶 地上的財寶 包括到我們的錢 我們的名譽 地位、權位 這一切的東西 甚至性、操控 順便提一提 文鮮明說 他已經和上帝和他太太組成三位一體 不過在裡面出來的人 包括他的媳婦說 這樣的東西都有人相信 你問一問他 他有多少個太太?你就知道了 原來文鮮明就很不爭氣 他不是由始至終只有一個太太 那就變成三位一體了 他的道理不公自破 就是因為他自己是數不準 他都不知道跟幾多個女人發生過關係 是因為叫做結症他們的血 所以跟很多的女性發生關係 但這個是女性甘心情願 跟他一起去的 另一方面 有名有實的太太 起碼都四個 所以我們看得到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是三位一體 所以他自己的親信 當知道了這些內幕 他們離開 但我們今天去看一看 這麼多的人 繼續不斷用各種不同的方法 拿錢、拿名、拿地位、拿權勢等等 耶穌就告訴他們 這一切的東西是會有蟲咬的 第二 會生壽、會變壞的 第三 有賊、挖骨洞來偷的 是什麼意思呢? 這些偷 這麼多種不同的方法 三用的方法、三養的方法 第一,他會蝕 第二,會變質、變壞、貶值 第三,也會被人拿走 而拿走的意思 可以是因為貶值拿走 可以是因為金融危機突然之間沒有了 你那些沒有了 我想投資股票的人都知道 是隨時沒有的 原來我們擺錢在銀行 這個叫最穩定的方法 有沒有人知道原來擺錢在銀行 都可以被人拿走 有些人相信的 可不可以舉手 他怎麼拿走你 銀行破產你就沒有了 第二 第二件事 原來今天有很多人 盜用到你的密碼的時候 你的錢就這樣飛了 最近有些人 是警察提醒我們 如果有人借你一些東西 他怕你不相信他 他就拿信用卡來說 不要緊要 我就把信用卡放在那裡 我到時替你換回來 你給他一個電話 給他用 他給你兩張信用卡 給你一張credit卡 給你押住 說遲些我就會回來 找回他的親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 有看過這些警訊 如果你看過你就知道 原來那兩張是假的信用卡 就拿了你的手提電話 拿了之後 特別是那些iPhone 裡面有很多東西 都有在那裡 他就會拿了你的資料 拿了這些資料的時間 其實隨時很多方面可以用你 有些人就用它來騙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接到這個電郵 我現在在新鮑 我銀包被人偷了 我連報出酒店 我都找不到數 賣不到單 我現在極需要 極需要 極需要 短期裡面 能夠得到五百元 可不可以你幫幫我 勾勞 勾勞 我希望你盡快 來到去聯絡我 然後把錢匯來這裡 以至到我可以脫身 有幾年有收過這些電郵 這麼多 我想我一個星期 起碼收到兩個 這些電郵 多到離譜 你明知道看上去就是假的東西 但是就是這樣 聖經告訴我們 地上的財富是會塞的 是會變壞的 是拿不走的 甚至你一直都沒有變壞 一直都沒有塞到也好 始終有一天 好像文鮮明一樣 你會離開它 你會死的 然後接著耶穌就告訴我們 要積財保在天上 因為天上是怎樣的呢 這個是永恆的 是沒有蟲咬的 不會受壞的 沒有賊來偷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聖經講得很清楚 有施散的 卻更增添 如果我們把財保看成是一個肥料 在最貧脊的地方 不能夠生長的地方 你殺那些肥料出去 就在這些土壤的上面 他得到這些肥料的滋潤之後 他就自動自覺地 可以種出一些有用的東西出來 同樣 在今天 我們需要想的就是想一想 在哪個地方 有人連食都沒得吃 連飲都沒得飲 連著都沒得著 這些的人 是極之需要我們去輔助 去幫 去幫不是借 是怎樣 是給 這個不是借 是給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這個正正就是 耶穌基督教導我們一件事 耶穌自己就用他的板來教 他的板是什麼 是全球各地的地產 全部是他的 在這個地上 沒有一個人是叫做地產商 原因在哪呢 這些地 包括釣魚台那塊地 全部都不是人的 是神的 全球最大的地產商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他竟然將這一切的東西 全部給世人用 而另一方面 他落到這個世界上 變成最貧窮的人 連枕頭的地方都沒有 然後透過這樣 去滿足所有人的需要 這個就是他的板 在今天 神同樣鼓勵我們 來做同樣的一個決定 在那些真的需要我們的地方 來去作出我們的貢獻 所以在一個抉擇裡面 我們繼續不斷要想 到底我願意我的生命 投資在地上的財富呢 還是我願意投資在那些 永恆不變的財富 一個是掘的 地上的財富 你投下去選擇的時候 你是掘人家的東西是你的 你的東西是你的 這個就叫做地上人的心態 我的是我的 你的都是我的 有沒有人知道 什麼叫做business business就是 你的變成我的 我的仍然是我的 This is business 耶穌基督的看法 他的天上的財富 就是你們的是你們 我的都是你們 大家一起用了 而他選擇的時候 是選擇那些最沒有的人 來跟他們分享 這個就是耶穌基督的抉擇 接著我們看看 不單止是兩種財富的選擇 耶穌基督的教導也包括了兩種眼目 兩種心態的選擇 這兩種心態的選擇 是一個怎樣的選擇呢 二十一到二十三節 我們一起讀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 你的心也在那裡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 你的眼睛若療涼 全身就明亮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裏頭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的大 在這段聖經當中 二十一節講到 你的財寶在那裡 你的心就在那裡 換句話來說 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弟兄姊妹 宋拜不得閒 斷啟不得閒 施放不得閒 靈修 哪有空啊 牧師 很多東西都不得閒 其實是否真的不得閒呢 個個都不得閒 問題就是說 不得閒做什麼 得閒做什麼 試過去探訪的時候 有一個人說不得閒 結果呢 去到的時候 就拍門 裡面就發瘋的聲音 那些聲音 很大聲的 突然之間 我按鐘的時候 有個女孩子走來問 誰啊 我是牧師啊 裡面立刻 靜光 但是很久都不開門 開門之後 進去 四個人還在 不过那些东西就藏了 进去问他 不好意思,不得闲 原来打麻将 都可以变成不得闲的一个借口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不是得闲,不得闲的问题 而是一个优先罪的问题 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的财宝就在哪里 如果你发觉那件事是重要的时候 多不得闲 你也有空去做 如果你觉得那些事 你是不喜欢去做的 你多么有空 你也没有时间去做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治脚 我的师傅也在这里,我很开心 我治脚的时候 以前叫我去看医生 我真的不是很想去看 但当你发觉到 咸食不安 整个人好像抽筋一样 周身不聚在 你做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 你不看都不行 所以怎样不得闲 我们要先放在底线 搞定这件事先 以至我可以舒服一点 做其他重要的事 同意吗? 这个就是优先罪 我告诉大家 陪孩子陪女 不得闲 不得闲 有一个人 当女儿死给你看 她戒手 接着还说 吃安眠药 自杀 一个很不开心 急症送去医院 我想问问你们 如果这个是你的女儿 有多少人有空去看她 举手 如果这个是你的女儿 如果是你的女儿 你见到女儿 服药 自杀 戒手 然后急症送去医院 有多少人 如果你是家长的时候 你是家人的时候 你有空去看她的 我请你举手 上班的 上班都请假 同意吗? 为什么? 有线罪 平日你不觉的 女儿也需要你不知道 儿子也需要你不知道 但当去到这些景地的时候 你不知道也不行 你一定要去 在一段圣经当中 他告诉我们 眼睛就是你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如果撩亮 这个选择就光明 全身就光明 但如果你眼睛分发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如果黑暗 那个黑暗是多么大呢? 原来 到底我们在房里面 看东西看得清不清楚呢? 是在乎房间内的灯光 够不够光? 如果那些光很模糊 我本来很喜欢省电胆 但省电胆 那么省得泥呢? 就是连光都省了 整个省电胆 整个省电胆都看不到的 整个省电胆 整个省电胆都看不到的 所以 打蚊呢? 如果黑暗是打不到的 你一定要很光光灿灿 以至蚊可以现形 你就容易追到它打 否则很难打 是不是? 同样 在今天也是一样 有什么会令到我们的眼睛分发 看得不清楚 有几件事 我们要留意 如果我们对那件事有偏见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盲目的 我告诉大家 在今天 我们需要很小心 理性去分析传媒 传媒的报道 是客观呢? 还是不客观呢? 我们需要很小心 不是各样的事 都是真相 不是各样的事 都对 我想特别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 我感觉到 真正的民主 就是 我的自由 你们应该要尊重我 但是你们的自由 我们也要尊重它 所以很多人问起我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说 其实在英国统治香港的时代 相当多的学校都有他们的自由 是不是? 有些左的 有些右的 有些中的 有些中的 有些中以英的 他们的自由 他们有他们的选择 但同样在今天里面 我们记得一样的 我们应该争取我们有的自由 但另一方面 我们又尊重人家争取他那份自由 所以我想最好的方法 就是大家尊重理性 有些人说 我吃烟 为什么你不尊重我? 我尊重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 有吃烟的自由 有人问我 那你们不是说不能吃烟吗? 吃烟就会不得够吗? 我问谁说吃烟不得够? 你要投诉给我知道 这个是错误的神学 我告诉你 得够的人 吃烟又得够 不吃烟又得够 不得够的人 吃烟又不得够 不吃烟都是不得够 无关 那为什么你叫我们不吃烟? 我说很简单 不吃烟是神 关心我们身心灵的健康 他不想我们的身体受影响 不想我们肺癌 高血压 脑冲血 各方面的病 出来 然后有些人问 邓小平也九十多岁 一天吃烟 我问有多少个邓小平 你在医院那里看看 为什么医生 能够这么清楚分析给我们 我们不去信他们呢? 还有一件事 我说 其实你们吃烟有自由 不过 你不要令到那些不吃烟的人 没有了他不吃烟的自由 就可以了 那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 你吃烟不要噴出来就可以了 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考虑的一个自由 你的自由 不要影响别人的自由 很重要 所以在今天呢 我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小心 第二件事影响我们的眼目 就是窒渡 第三是自我门骗 而第四 什么是自我门骗呢? 就是说做错了事情 很害怕人知道 所以呢 继续不断cover up 将某一些东西不告诉别人 还有我们的自卑感 我们的安全感 很容易都会带给我们 有一些偏见 眼睛分化 弟兄姊妹 耶稣记得把这些东西摊开给我们 是叫我们继续不断以明亮的眼目 来去观察一切的东西 不要受骗 接着第三 前财的选择 前财的选择 不只是两种财富的选择 不只是两种心 或者两种眼目的选择 同时 亦都是两种主人的选择 耶稣告诉我们 前财本身 他不一定是恶 又不一定是善 而是在乎人怎么用他 接着我们去看一看 二十四节 一起读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污者个 爱那个 就是众者个 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在这段圣经当中 耶稣正如开门见山 告诉我们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而这两个主 你是选择神呢? 还是选择财宝 财物 权势 地位 是选择这些东西呢? 你是选择天上的 还是地上的呢? 你是选择会坏的那些呢? 还是不会坏的那些呢? 会变的呢? 还是不会变的呢? It's a matter of choice 是一个选择的自由来的 耶稣在这个地方 祂给我们看得见 你们不可以又侍奉神 侍奉的意思 就是将祂摆在我们的优先罪 我们当祂是神一样去拜 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 为了钱 什么都要 这个就是 将钱看成是主人 将钱看成是神 去侍奉钱财的意思 为了权 什么都要 甚至做一些 损人利己的东西 为了誓 为了为 什么都要 同样都是 为了那样东西 用不责手段 来得到那样东西 我想特别这段选举期间 我们都需要很留意 这些文化 我觉得是很不值得在社会里面出现 抹黑 踩人 刺人 刺人 揭人 私隱 凡是和所有的都无关的东西 弄出了 但另一方面来说 如果那是真相 我觉得你应该早 不是现在 那些东西要白出来 不应该现在弄出 有这么早 得这么早 弄出 但另一方面 听听解释 和把那个审断的权 判断的权 交给司法机构 不要我们自己做一个审判官 审人 这个是很不应该的 我觉得真相应该要暴露 但是将那个 到底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 到底这个人是犯罪 还是没有犯罪 把这个审判的权 不要自己做 交给官 交给政府 交给警察 交给ICAC去做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他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够又是奉神 又是奉马门 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看钱财 是我们的优先罪 我们很容易会怎样呢 是因为为了要多些的钱 我选择每天加班 我会选择 礼拜日都可以开工 我会选择一份正职以外 加一份副业 是令自己 是令自己 整天都没有空 我没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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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人家人 没有空 做一些对我身心灵有健康的那些东西 整天就是钱 钱 钱 这个是选择 原来很多时候 直接你未必一定是选择钱 但是间接 其实都是钱 同不同意 第二 如果我们做生意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做一些损人利己 掩住的那些是不好的 就好像很多时候 有时候很害怕 捏一大堆的水果 在那裡 特别是就来下班 黑黑暗暗 灯光又不够 那些 整堆水果 在那裡 十元一堆 我告诉大家 很轻 原来很多时候 下面那些不太妥 你看要很小心 然后密封那些 包好那些 表面那些 多数都是最漂亮的 哇 特别是去超市 原来真的 买那些strawberry 哇 这么大个 怎么不便宜的呢 十八块 二十多块 这么大包 哇 很大个 然后回到去 下面那些 原来很小粒 另外一方面 有时候我们要小心 我不是说个个都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做生意 不要做这件事 如果我们做这件事 我们是成为钱财的奴隶 但是另一方面 买的人 又要小心 人家是给了你 是给了你这么多钱 你就走 不要在别人的锁 又要拿多些 放下去 我说这个呢 亦都是一个 不道德的做法 这是偷利的 我们要很小心 另一方面 我们对我们的僱员 不要刻薄他们 任何一些 我宁愿给多 不要给少 厚待他们 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一个守得 唯有这样 你和我的心明亮 和分得着 圣经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如果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能够用什么来换取生命呢 各位亲爱的鼎姐妹 原来有关钱财的抉择 权位的抉择 地位的抉择 名誉的抉择 是几样的抉择 不只是钱 也都是我们的心 甚至是主人 有人说 钱是最坏的主人 但他可以成为最好的仆人 顶姐妹 你想钱成为你最好的仆人 还是他成为你的主人 我们要小心 我们低头就有一个祷告 祷告的时候 我想问问在座中 有几多人曾经试过 在你的亲戚、朋友 甚至老板、雇员 为钱 相过和气 为钱 相过和气 有几人试过 我请你举手 第二 有几人愿意 为了主的缘故 你去平息 这些不和 愿意走多一里路 舍底 不要紧 挽回你们的关系 我请你举手 感谢神 很多的亲戚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的抉择 他对耶稣基督有感 有好感 愿意 来到接近耶稣 甚至相信耶稣 愿神恩代我们 愿神恩代我们 有几年有试过 是因为 经常要加班 为了做副业 影响过 我们和神的关系 灵修 团契 有几人试过 我都请你举手 有几天以后 你愿意立志 你愿意立志 无论如何 不会将任何这些 和钱和工作有关的东西 影响你和神的关系 你愿意做这个立志 甚至宁愿选择一些工作 不是要求你整天加班 看得像剧一样 而是你有足够身心灵的健康 去荣耀神 有几天你愿意的 我都请你举手 感谢神 主耶稣 你看到我们的手 你都知道我们的心 你知道我们里面的抉择 但你又知道 立志为善由得我 指示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求你给我们众顶姐妹 立志好像保罗一样 但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耶稣基督 我就能够胜过了 你帮助我们 加给我们的力量 奉耶稣基督的命求 Amen